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 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的遗体 二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王光英同志因病于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二十一时二十八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一百岁 二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木哀悦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王光英同志 横幅下方是王光英同志的遗像 王光英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九时三十分许 习近平 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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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 王滬宁 李克强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 胡锦涛等 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王光英同志的遗体前 肃力莫哀 向王光英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王光英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王光英同志并重其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滬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 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王光英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王光英同志 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杀帅 神经病 流量 写 中央 断 水